早安现场 您所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节目 我是谢嘉欣 现在时间来到了台北早上7点16分45秒 在今天这一段的这个早安现场当中 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在上个周末 全台湾都非常关注这个2016总统大选 我们说这一场大选是非常奇怪的一场大选 现在已经倒数了100天 国民党在上个星期六才召开临时全台会 凝聚共事团结胜选 确定是废止了洪秀柱的提名 改为征召党主席朱立伦来代表参选2016年的总统大选 那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的局势确立为是朱立伦跟蔡英文的对决 这个二次的英伦对决会是怎么样的情绪呢 我们来怎么样分析这个最新的这次的选举 我们在电话线上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 廖达奇教授老师早安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是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在确定是由洪秀柱下来 然后换成当主席朱立伦争招他嘛 来上上台打这场总统选战 对于这个国民党的选情来说是打雷记抢心针吗 目前看起来在国民党内了 当然洪秀柱这毕竟还有一些 在国民党的这些党内的这一群 尤其像昨天看到包括朱立伦 包括吴敦义 包括王金平这些都是各个地方 事实上是有集成实力的 大概都团结起来 当然马总统这些也全都举手了 过去总统吴伯雄跟连战 所以在党内算是团结起来 至于在其他外部包括洪秀柱的支持者 因为我们也看到洪秀柱走出来以后 他的支持者还是很激动 而且还希望他选当主席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 在一时之间是可以凝聚国民党内 但是在整个群体上面 他是不是有一样的扩张发散效果 恐怕还要看朱立伦后来更多的努力 目前至少洪秀柱这一股支持的人 虽然现在是洪秀柱也请他们加入国民党 或者留在国民党内 但是感觉上还是有那么些怨气存在 所以说经过昨天这一招 是不是能够让大家全部都团结起来 恐怕还有待朱立伦继续努力 是老师我们也看到 这次这个临时全代会上 这个大头们在第一排排排坐着 但是这次换了朱立伦之后 有办法就是把各大派系整合起来吗 我想这是他接下来很大的一个挑战吧 其实现在他只有拼选战了 各大派系整合 可以说昨天这种各个 就是国民党历来这些大佬 国民党一上来都有这些大佬文化 昨天这样排坐在一起 而且在举手表决的时候 就说是不是支持那个洪雪柱这个提名来取消 然后这全部都举手了 那也就是说他其实已经某种程度 党内这些前辈们全部都沟通过 那所以应该是问题不大 但是重点还是说那个票开不开得出来 因为现在就是您刚才开始讲的 大选只有不到一百天的时间 那阵前换降 然后在民间的一些反应 其实很多不同的意见了 那毕竟洪雪柱是经过国民党的一个 正式的一个程序产生的 那当然昨天这些 就是礼拜六的节 临选会也是一个程序 但是对于洪雪柱支持者 还有一些在观望的选民 还是觉得这以前也从来没有发生过 是这大概是首次 所以我想这个派系的整合是还好 因为听说也有一些讲好的条件 不知道是不是讲好 只要挂上 王金平可能回到分区 立委第一名 立委第一名的平民 那吴敦毅有什么 这个都还有在观察 但是大概这个内部上面是没有问题了 但是还是重点 真的还是选票开不开得出来 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礼拜六的这个临时全在会上 洪秀柱他发表的演说当中 他强调说 党不要住 他也不会离开党 他也重申 这个如果林权会废止他的提名 在合理性 正当性 还有这个程序的合法性 是有高度争议的 他没有办法认同 但是他身为党员 只能够被迫的接受 而在确认换助之后 他走出会场 然后对他的支持者谈话 期许自己做一支改变党的大宴 那老师刚才提到说 这个现场支持者 鼓噪他选党主席 这虽然他这个选总统的这个旅程 提前画下了据点 但是呢 对于国民党 或对他个人来说呢 有什么样的意义跟效应呢 我想对洪秀柱个人来讲 恐怕从他各种的言论来讲 他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就是被废止提名 他还是有所 心里面有遗憾不满 而且他的支持者 也表达了这样子的声音 所以您刚才这个描述中也提到 他们在期待他去当主席 所以我想 因为这一轮这个选举下去 到明年1月16号 选举结果 虽然大家其实认为要打赢 是不太可惜的 但是他当初也说过 包括这个小英 就是他如果这个选举结束 他会辞当主席 这是 所以恐怕 下面对洪秀柱来讲 他还是要给他的支持 包括他自己 在党内有更扎实基础 希望在国民党内进行一些改革 包括争取未来的党主席 这看起来 那个现场的气氛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凝聚的一个积极意志了 那当然对国民党来讲 那是不是 洪秀柱这一招 其实对国民党来讲 短期来看了 尤其这次林全会又突然又 不是突然就整个又废掉了 因为洪秀柱是国民党第一个 真的经过所谓的民调 才行 而且又走过一切的程序 是他走过了这个抛砖的 这个抛砖的程序 这个抛砖程序是有民调的 就是说再开始 然后在林全会又把它 做一个废齿的动作 那短期看对国民党是蛮有伤的 因为你好不容易设定一个程序 然后因为很多的考量 当然最主要还是选举考量 那又做废齿 所以那种 这个在外籍的观感上 还有党的内部上面 可能都还是有一些伤痕 虽然就大老之间 都觉得这是必要的动作 那可是在长期来讲呢 对国民党这么一个 年纪其实蛮有的政党 一百多年 一百多岁的政党 未尝不是一个好事 也就是说国民党 其实经过这个事情 在很多的议题上面 包括在两岸政策上 因为洪秀柱的出来 那最后也是因为 他在两岸政策上的一个 比较算是光谱上的一个极端一点的 因为他说中级统一啊 这些的 在目前台湾的民意上面 是不讨好的 那这些路线的争执 那当然朱立伦这些出来 最主要也是回到九二公式 就马英九铺设下来的一个 政策路线 那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 有背后还有隐隐有这样子 政策路线之争 那其实这个值得国民党内部 可能将来要面对 因为洪秀柱这一股人马 也要留在国民党内 那表明了非常强烈意愿 那国民党的其他这些 比较偏向中间温和的 两岸政策路线的 这些支持者或者这些领导者 他们其实跟这一股人马 如果洪秀柱努力的 会带了这群人加入 他们至少一定要辩论 或是对这个政策议题 要去讨论 不管结果如何 对国民党的体制来讲 我个人认为 都还是一个不错的事情 因为民进党在 两岸政策 尤其关于台独路线 是辩论过很多 是 没错 那辩论以后 大家虽然也许心里不服气 但最后凝聚共事 成为现在小英的这种 维持现状的一个口号之后 大家也就暂时就 不管怎么样 看起来是暂时牵手了 所以我想国民党 需要经过一个 比较类似这样子 民主化的洗礼 对它内部的凝聚力 应该更好一些 要不然目前的国民党 只有在选举前 这样的喊口号 可能那种动员 那种精神动员力 还有那种主张 尤其像在两岸政策上的 共事的强度 恐怕还有在内部 经过更多激烈的辩论之后 才能够新锁 那我认为这一点 对长远国民党发展来讲 应该是个好事 对洪秀珠个人来讲 他可能也希望 把他自己的这种 对两岸的主张 带到国民党内 激起一些激荡 和回响 所以老师 洪秀珠被换下来这件事情 对他的政治生命来说 绝对不会是个句号 应该是不会 当然他现在说 他不接受任何的安排 所以他的政治生命 应该是在国民党内 就像他跟他指示上来讲 那这个目标 他就要向他走 他去选党主席 先不论说选不选得上 但是他这一股人马的激荡 跟刺激 跟国民党内 一定会产生一些 所谓的效应了 对他自己个人的政治生命 因为他不接受任何条件 所以我们不讲 台面上其他的政治务 但是他在国民党内 一定激起一些破烂 是 老师我们看到 这个其实国民党内也说 这个住住节 红秀柱 他的选战策略呢 是打空战 比较是在网路 或是媒体上 你宣扬他的理念 然后就是跟国民党认为说 内部其实陆战也很重要 你还是要去就是 拜会啊 去各地去视察什么的 但是那个红秀柱 自己个性使然吗 还是什么原因 让他没有办法 就是比较不倾向 打这种陆战呢 打空战 是他过去的立委 选举经验造成的吗 其实有多方面 我们这边了解的讯息是 第一个他其实 真的是身体体力上 比较弱一点点 所以他的那个陆战 就是到处要拜会的 他的行程可以排的 因为很多地方的人 是在说可能就跟过去 不管是马英九啊 或者什么选啊 那他那个行程差很多啊 所以他自己个人的身体的状况 可能是一个因素 那还有呢 也就是红秀柱一开始就表明说 他不用这个所谓党部的经费 那他靠网络 那他要去拜会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 你在跑各地方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资源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那所以他自己 倒也觉得 在他自己资源有限的状况下 因为他靠木块什么的 这些经费都是有限的 在这种资源有限状况下 恐怕打空战对他来讲 最胜利 是最有效益的 最有效益的 那当然这个空战 其实能够触摸到的 还是比较是年轻的 所以他想把去年台北市长 柯文哲的经验 复制到全国 但是台湾全国的状况 跟台北市的状况 差点非常远 可能又不一样了 而且尤其地方庄教 他不是看网络的 那也没有办法被触摸到的 所以这种打法上 也让他的民调始终起不来 但是他当初的那个选战 可能他自己的体育关系 可能他的资源的关系 可能他跟地方各种 国民党党部的融合的状况 让他也可能很难 深入到地方去跑 各种不同的一些地方组织 是可能也因为他 对于两岸政策的论述 让他的民调 也稍微有点下滑 是是是 好我们再来看到呢 这个其实 这个悬战已经不到一百天了 国民党换成了朱立伦 那朱立伦要怎么样带领国民党 来打一场漂亮的选战呢 朱立伦目前看起来 就是先把这个整个的论述 放在两岸政策上 因为这一点是 大概红袖图的前后两次说法 包括 供表 依中供表 这些的说法到终极统一 大概对台湾市民来讲 都是 不太能够接受的 看到主流这个各种民调的意见 那朱立伦可能想在这两岸政策上 大家琢磨 那特别强调 要回到九二共识 然后 各表一中的这个路线 马英九的不同不同不五的 这种政策既定路线 那希望挑起这样子的辩论 那也希望诉诸说 在整个台湾来讲 未来的民主 如果没有国民党的话 如果国民党被这次选战消灭 差不多的话 那恐怕对台湾民主并不利啊 大概是说希望杜绝 民进党的一党独大的状况 但是其实这种论述上面 恐怕还要在家琢磨 因为目前的这种论述在 因为蔡英文马上回应了 说台湾如果不能改变 这两个政党存不存在 根本不重要 那个回答的那个说法上面 把朱立伦的强调 国民党的存在重要性 好像又把那个调词拉高了 就是双方的这个看事情的说法 论述的角度 好像这个层级高度不太一样 对 但是那个苏联人诉求 是国民党的生死存亡 那蔡英文说的诉求是 台湾跟中华民国的未来 所以恐怕这个调性上面 朱立伦还是要把那个定位 当然第一时间 他必须先让国民党稳住 因为国民党 先安内 对对 先要安内 但是他进一步的仰外 那包括他自己 是不是要辞选新北市长的 这些议题上面 我觉得他都需要谨慎对待 那因为这个不谨慎对待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 等于说只能够达到那个立委 看能不能互助集团 但目前的这个状况上 看起来 他在即便是新北市立委派 他还没有发挥足够的 目击效应 所以他未来的选战 在论述的琢磨上面 他除了激起内部 国民党内部的团结一致 他某种程度在全国的诉求上 他也要特别有些琢磨地方 因为小英完全是豪振一下 他们因为这段时间 国民党内部这么多纷乱 他其实根本都不需要 花任何力气 跑基层 讲漂亮话 打高空 都可以讲得很好 因为他没有敌人的优惯 但是现在开始呢 朱立伦除了紧盯 蔡英文 但是那个丁上又不是完全 当然赢家通常比较勇荣 正在追赶人 就要努力一点 焦虑跟急切 当然他也要比较多的攻击性 大概在选战上都有ABC 那他的攻击性呢 我们觉得恐怕在整个论述上 要更漂亮 要更卓越 当然先安抚国民党内 毛躁的情绪非常重要 进一步还是针对台湾整体 尤其是中间选民 因为整个这个选战 其实要争取的 还是所谓的中间选民 对因为通常 极蓝或极绿的这两边 都不会跟动了 含泪投票 或者说 当然他也要让深蓝的 能够愿意去投票 因为坊间很多说法是 不会去投票 第一个是公估 他原来的蓝色区块 第二个就是对中间选民 要有些喊话 我想这一点 是朱立伦下一步 必须去努力的 是老师 我们看到这个 可是朱立伦呢 先前 这是他也说了 在媒体上也公开 保证了说好多次 他都不会来参选总统 然后这次他参选总统 也遭到这个外界 很大的质疑跟批评 对 他就是因为过去 在这个不参选总统上面 被很多人也都说了 这话已经讲了那么多次 但是最后还是改了 当然 他也必须有个交代 就是这个转折上面 就是他从不选到参选 而且在他要不选的那个时候 就今年四五月的时候 事实上是国民党内支持他 或是呼召他出来 呼声最大的时候 声音是最大的时候 是 那可是他那时候的表现 还有他的词语上的表达 好像有点点 负气任性的样子 反正就是不选 对 那但是现在又表示出来 参选了 当然他这里面的优点是说 这个情况下 他也某种程度再不出来 好像国民党也真的夸了 那他也找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解讨 是什么 那个做最重要的解讨 是他去年11月29才选上新北 赢的也没有很漂亮 两万多票 那12月25号才就职 那所以他在5月的时候 他才就职新北五个月 那而且他跟新北 选民选的时候也是说 他不会选 那所以才五个月 那那个这种 这种反反复复说出来 其实还是会对自己的话交代不了 所以反正他现在已经 我感觉已经有点再多了不愁 你新北也没有交代 然后他原来说不选 总统也选了 那这种两个他都已经 违背他过去所说 那真的是 对国民党的震衰起闭 或是快要面临崩盘的 中危机上面 能够有所帮助 我觉得他可以讲得 更悲愤一点 他自己也在他的脸书上说 他知道他既然沉默很久了 也有很多伤害 但是他需要 只要在这个关键时刻 他即使冒了这么多 牺牲个人的声明 什么的这种 这种危险困难 他还是要出来 那当然他还做了一点点这个解释 但目前看起来 台湾的选民还没有 尤其是中间选民 还没有完全接受 所以他怎么样去 所以接下来怎么样去安抚 这些选民是他的 对对 而且这两个重要的转折 就是第一个新北 他说他不选 他不改选 结果他选了 他本来说他不选总统 还是选了 这两个重要转折 当然一路会跟着他 那他自己怎么样去安抚 解说 然后尤其对中间选民 所以说明 他可能对国民党的传统知识者 可以有所交代 因为毕竟是那么多人说 你还是出来吧 出来吧 那可是对外部的 中间选民 像是有点唯绿的这些选民来说 他如果还有响应的气候心态 一定要对中间选民要交代 如果他觉得最重要是护立委的这个派 他就是气势很大 他可以表示这个悲壮 他就是为了让国民党生死存亡 存下去的话 这也是一种打法 那就是他基本上已经不 不自己看好 是那么可以在这个时候出来打败小英 但是他至少要让国民党的 立委习次不要叫他太难看 当然他就是因为国民党过去传统职者 杭波朗朗加起来从深蓝到浅蓝 大概三成多四成是可以有的了 所以他可能主要先针对这个群体 表达他个人的想法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没办法再访问的更多了 谢谢老师 谢谢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的 廖达琪老师跟我们的分析 谢谢您 哪里 谢谢